好嘞 這麼巧的是台中這一家四代呢 從許小姐 許小姐的媽 她的祖母到她的曾祖母全部都屬兔 那麼也就是說呢 她每一代都剛好相差二十四歲 因此她代表家人要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那麼在還沒有通過之前呢 她先大方的公開招親 但是先決條件是 男方必須要野屬兔 要申請金氏紀錄的許小姐和媽媽大方授出身份證證明 因為她們母女四代 生肖都屬兔 哎呦 我們家三代都屬兔 是這樣子 然後到我結婚生子 也剛好又生出一位小兔子 民國76年出生的許小姐 跟52年出生的許媽媽 剛剛好差了二十四歲 同樣屬兔外 還有她的曾祖母 祖母 四代同樣都是兔女郎 實在太巧了吧 有朋友告訴我說一個研究院 她證實全世界沒有這種紀錄 所以建議我申請那個金氏世界紀錄 許小姐還打算再找一位屬兔的男朋友 讓家族成員再添一名 打破紀錄 因此大方公開招親 因為她目前沒有男朋友 但如果說有合適的對象 做母親的 當然不會反對 傳承兔子啊 兔子 第五代 因為家人都屬兔 就連家中擺設也偏好兔子鋪馬 還有兔寶寶玩偶擺得到處都是 但頭一次有人因為一家四代生肖都屬兔 升起了金氏紀錄 會不會通過呢 大家都很好奇 中間新的連家慶 台中賽訪報導